假设我今天可以在根木屋底下 你可以直接在下方 直接新增檔案 那檔案名稱也許叫File 那當然你可以存兩個 一個是UTF-8 一個是NSI 不過 這邊因為Windows環境是NSI 所以如果是NSI開檔就不用加encoding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那個 比如說你今天 是用的是那個UTF-8的話 記得就是你要在後面加一個encoding 所以我後面的話會有加一個叫encoding 這個的敘述 如果你這個敘述這個假設存檔你後面一定要加一個UTF-8encoding這個敘述 如果這個敘述沒有加的話 它會跳出什麼 CP950 那所以你編碼方式是無法開啟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下面有一個叫UTF-8 後面有一槓 SIG 那你想說這個有什麼 為什麼會需要這個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說讀進來的東西 裡面 如果你用UTF-8 它會多一個這個敘述 unicode unicode的一個 開頭的一些相關的敘述 敘述的一個 幾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 其實將來你在處理的時候 像之前我就遇到 你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多這東西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讀進來的檔案 假設不要多這個東西 這個是反斜線 等於定義這個檔案吧 前面有些定義檔 那例如我不希望出現的話 很簡單 你就是encoding後面加一個 1-SIG 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 主要是針對那個 UTF-8的檔案 開檔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那後面的話呢 請各位也去練習一下 這個地方 就是 假設在做一個MANS 那這個MANS 主要就是我們前面有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裡面當然就是 1到12月的 這個這個練習 那主要前面我們是 這個1到12月 你可以在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我這邊已經給各位檔 你只要在根目下面 做一件事情 就是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MANS 按右鍵 然後新增一個MANS的檔 因為我們主要是怎麼呢 之前的那個練習是 我們這個MANS CAI這個練習 以前是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 這個MANS 直接在上面建一個list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這個檔案不是在內部 而是在外部 那當然我在外部 我需要怎麼樣 先把那個檔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呢 再怎麼樣呢 也許再切割吧 因為 讀進來的東西 假如他的格式不是我們要的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再把它讀進來 放到一個list裡面去 所以這個地方就延伸性的一個練習 所以 待會也許第一個 你們就把那個根目底下 先新增一個MANS MANS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它另存新檔 當然如果你用預示ANSI好像沒事 但如果你可以試一下 也許你另外存一個UTU8 如果你MANS有個UTU8吧 這個UTU8你可以練習就是 你會發現如果用UTU8讀進來 前面會多那個剛剛講那個反鞋券U一堆東西 那如果說你希望不要出現那個東西的話 那你就記得 一槓 UTU8再一槓 SIG就可以了 這個我想將來還是會遇到 因為之前我們常遇到就是 UTU8來的東西 就是會多那些 那你如果要把它 把它分割 所以 等一下可能要解決什麼問題 第一個 我這個MANS要怎麼讀進來 所以 你們可以把那個之前寫過的MANS CAI 這一個 那個Module 這個這個Module 把它怎麼樣 把它另存 也許你可以把它 我希望是Copy 然後再貼上 等於是做版本控 舊的保留 新的呢 做一件是什麼 貼上之後的話 也許呢 我們做 我貼上這邊可以 改成2 我這邊有做一個 我們來試一下 那這裡面有哪些變化 就是把MANS CAI 這一個Stream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可以把它做切割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 我可以在這邊做一個什麼 Open的動作 把這個檔案 open 那當然這個encoding 如果你原來 假設檔案已經是 用的是ANSI 那這個敘述可以不需要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用ANSI 你可以 可以把它 再加一槓 SIG 否則好像你會多一些東西 出來 那這個 SIG是什麼 其實 這個我沒有特別去查 他其實就可能是UTU8的一個 等於是多一個標準吧 你們可以查 因為 我只知道說你加一個SIG 他會把前面那個部分做取消 細節 我 可以Google一下 看看 兩者這些什麼差別 也許他就是沒有那個 前面的定義 這個SIG 什麼縮寫 可以可能查一下 好 那 再來就是說 我把它讀進來 可是問題讀進來之後的話 那要怎麼樣把它 裡面因為讀進來 中間是斗點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地方的那個 MANSI這個檔 中間是斗點 可是斗點 你要把它放在那個list裡面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 把它分開來的動作 那分開來的話 特別至於在字串 因為它讀進來一定是一個字串 可是字串要變成一個list 特別是用 字串 怎麼變成list 所以這個地方 順便講一下 就是讀檔的一個技巧 就是說 你這個地方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這個 物件 有個方法叫 Readerline Readerline意思是說 讀取一行的意思 當然如果你有多行 你可以跑回圈 一直往下讀取 那把這一行讀進來之後的話 這個A基本上就是一個字串 它是一個字串 它不是一個list 然後把它關掉 這個檔就把它先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 我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一個list 這個有沒有 其實就前面這個 那怎麼變list 很簡單 這個A 是一個 字串 它有個方法叫 Splitter Splitter意思是切割 切割後面你跟他講說 你幫我切割 怎麼切 裡面如果遇到斗點的話 那你就幫我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的話呢 就它會按照 斗點 然後 第一個 切開來就放在一個list的 第一個 就編號0 第二個就放1 一時類推 就是切切切切切 這個Splitter還蠻重要的 未來你可能會遇到很多 像我們常用到的像什麼 CSV 早上不是有同學 問那個Json JSON 另外還有什麼 CSV 這些檔案格式 你們都可以Google一下 基本上它都是一個開放資料 網路上最常用到的格式 這兩個算是 數一數二的 那CSV 中間也是都加斗點 所以 我們常用的這個Splitter 都會用在這個CSV 幫他斗點切開來 丟到一個什麼呢 丟到一個list 或者一個additional 裡面 當然我講過啦 我們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run完的結果 其實會跟剛剛那個 我們這個嘛 假設我先打一個錯的 10月 答錯了 10月 假設我輸入一個正確的 11月 OK Enter 答案正確 這個底下的敘述 我想應該 前面都講過啦 我們用一個why 然後去判斷說 他的 這個什麼呢 不等於1的情況下 如果答對答錯 反正兩個比對一下 這個前面講過 所以我就 不再贅述啦 主要我們是 讀檔的部分 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那讀進來的東西 到底 一個情況是怎麼樣 我還是不太清楚 比如這個A 裡面的值 到底放什麼 這個month 所以裡面放了值 我還是 因為講 可能你還是 知道 可是呢 跟實際上的情況 如果不太一樣 沒關係你可以 射中斷點 你可以設在 你希望知道 這個 變數的下一行 因為他一定要跑過嘛 跑過之後再觀察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下一行 點兩下 這個A的下一行 這個month stream的下一行 那我想要觀察 這兩個變數 裡面值得 這個變化 那我可以怎麼樣 這邊設一個 這邊debug mode 所以我講過了 反正這個debug mode 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你想要 充容的寫程式的話 尤其是你程式越寫越複雜的時候 恐怕你寫到哪裡 錯在哪裡 有時候都搞不太清楚 像我的習慣 我 就是盡可能 我用除錯模式 就好了 我不要一直在那邊 腦袋在那邊空轉 我想說這個如果變成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會變 反而真的 頭昏腦脹 一整天下來 你就會整個好像 會非常疲倦 當然也不是說 那個過程不OK啦 那個也是必要的過程 可是有的時候 還是 善用一些除錯模 除錯功能 所以我們把它 設定 這個的下方 跟這個的下方 把它點一下 這時候它就會開始跑 一樣會跳出來 因為它只要跑到這一行 它就停下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YES 好切過來喔 這個時候你可以怎麼看 觀察那個變數喔 1 右上角這一塊 往下拉 因為它變數很多啦 有些是Global的 就是 全域的啦 有一些 Default預設的 那你只要找到你現在的這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會告訴你說這個Stream裡面 放的值就是 一定是這樣子 這個豆點 表示它是一個自竄 全部竄在一起 中間用豆點 好 那我們知道之後的話 接下來 再來 讓它下一行 所以你可以 Rerun 或者按 F8 然後跑下一行 下一行之後的話呢 因為曼斯 這邊已經跑過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曼 不過 因為這個 這個環境 你可能慢慢習慣 因為它這個 還是 不太那個啦 就是因為它太多地方了 所以像我也是很習慣 它還是花一點時間 那 跑完這一行來看一下曼斯裡面 它是怎麼樣 把這個A 切完之後 丟到 曼斯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裡面到底放什麼 曼斯 來看一下 點下去 那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Lister 有沒有 那Lister裡面呢就是 第一個 第二個 一直到最後一個 OK 全部幫你切開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可以幫我 從外部 引用一些檔案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像說 你其實可以把這個 曼斯 CAI 把它停掉一下 其實你們可以延伸性練習 就把這個變成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就是說 全民英檢好了 或者像現在 企業也蠻重視像什麼多益啊 或者是一些那一種英文能力的 就是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你可以把那個檔案呢 變成一個 什麼文字檔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用豆點隔開 有沒有 將來怎麼樣 可以把它讀進來 並且做後續的練習 那這樣的話呢 彈性就很大 而且呢這個題庫 也可以update 不然的話以前如果你寫成這樣子 它就固定了嘛 除非說你還要在裡面再去修改程式啦 如果修改程式我想 比較麻煩 倒不如怎麼樣 你可以 變成一個文字檔 讓使用者可以再讀取 並且 可以再做後續的處理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我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把那個 原來的曼時的這個地方 所以 這個可能要參考一下 前面曼時CAI這個範例 然後呢把它修改成什麼 這個 讀檔的方法 所以你需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的根木屋底下 新增一個曼時檔 這個我想我們在那個哪裡呢 在雲端上我有提供這個 所以 這邊可能要看一下 把這一些資料 你把它貼到那個文字檔裡面 再來做切割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 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 好嗎 好嗎 謝謝 應該 hopeless 算是 這麼過 不 我 對 不